明明就像他被我承諾 為什麼一直要我穿著衣服 那其實我都沒差 我都沒差 我是沒差啦 我沒差 有力可就脫了這樣 對嗎 那男朋友可以有意見嗎 他都不能有意見 王靖大尺度羅貝 極展戴力忍 男有超又寧 竟不能有意見 憲宜宣王靖 黃劍瑋陳妍飛 主演幕僚職人 聚人選之仁昭浪者 出席宣傳活動 劇中呢 王靖悠長和戴力忍的 親密戲 首次挑戰大尺度羅貝 當時的房屋 其實是做得蠻好 所以是你最高出鏡的人 什麼飛機 對 而且有一副是那種 背面 像是 有剩到鼻子 他就是前面貼好這樣 然後後面穿安全褲 把它往下拉一點點 這代言 拍這個鞋子 真的比較大嗎 沒有 他就非常的輕鬆 他在現場有一個很神奇的魔力啦 會讓很多 原本你心裡面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 你的疑慮都沒有 對 他的表演會讓你很相信 這一切都是真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 形狗的 貝洛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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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有魅力 會讓人忘記 我們之間的那個 差距 因為他沒有人會有意見嗎 我那時候不認識他 所以他不能有意見 他無法有任何的意見 會讓他看這個現場嗎 你應該還是會請他追局追一下去 甚至要支持一下 那你那時候 你怎麼說服王心要拍什麼貝洛蒙 不用說服啊 就是跟他說 你尺度可以到達 沒有認真的就是 因為一邊好好聊 我們要怎麼拍一個 譬如說 會想要有一個 背部全裸這樣子 那你記得那時候發生了一個很尷尬 服裝組好像接收錯訊息 然後反正他們就 就是叫我說 穿著背心到現場 然後到了現場之後 因為要拍背部全裸 然後那一顆鏡頭 確實是在拍我的背 但是我又穿著小可愛 女孩子你又不好想說 欸我想說才可以脫啊 可是我又覺得 對就是很明明的 你就是要拍背部全裸 為什麼一直要我穿著衣服 然後我就看 那就導演好像一直很苦惱 然後就跟攝影師說 那個要怎麼樣 然後後來才知道 好像他們意思錯了 就是大家都蠻保護他們 對 然後 那其實我都有沒差 我們其實之前有 可是沒差啦 我們都沒差 我沒就是可以 就是那時候 我跟他講說我OK了 但是那時候 他們就還是很貼心啦 那最後是你自己脫的 最後是我有點忍不住 我就才問他就是 我怎麼會想要脫啊 這樣 然後他就才說 我們就意識到說 其實真的是一個善意的 就是無小誤會啊這樣 然後你就立刻就脫我這樣 他那時候是 你生最秀 其實也沒有 我最近 因為他那時候也要穿上金馬 同一個時間 我不是為了金馬 我是因為我去選我演員啊 沒有 因為那時候 有說啦 希望這個角色不要 看起來太孩子氣 比較沉水 然後也是一方面為了金馬 要穿漂亮 我會被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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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 我會被打過